为了得到心爱的人可以傻有是亲 对自己更是丝毫不会手软 动漫时尚最强冰胶之一 我岂有奈 为了得到男主 禁不惜可以走到这种地步 男主天野雪灰没有朋友 总之只能与自己的日记为伴 不过他却能来到一处幻想世界中 寻找时空之神聊天 这不是虚构的世界 而是真实存在 深察觉到了雪灰的寂寞 于是决定赐予他一场 能够改变未来的游戏 所以在第二天 雪灰的手机制记忆 已经写好了今天一天会发生的事情 但是里面没有关于自己的行踪 其中雪灰并不在意 但是熟悉上手的事情 一件接一件应验 于是他只能去询问神 男儿神告诉他 满时都有代价 虽然他获得了能亏是未来的能力 但如果这个未来日记被破坏了 雪灰也将会在这个世界消失 其初有担忧随着使用日记 让生活变得方便而不再担心 不过他只在一次使用日记时 发现自卫班里的同学 我其油奶看上一眼 直觉告诉他这个女人并不简单 果然放学时 他就被油奶找上门 不管雪灰如何躲藏 都会被对方提前找到 想要自己日记上出现的预言 自己会被杀人犯杀死的记录 雪灰害怕了 可油奶却没有伤害他 而是主动问了上来 并表示他也是未来日记的使用者 而且日记的记录 全是关于雪灰的行踪日常 在油奶的帮助下 雪灰用飞标赶掉了 本来会杀死自己的杀人犯 他也是未来日记的使用者 雪灰因为频繁使用日记 而被他盯上 但未来日记被破坏 杀人犯真的直接消失在了雪灰眼前 当晚 神就召开了会议 除了雪灰 还有其余11位日记持有者们 必须互相残杀到最后一人 放个继承 他时空之神的宝座 并且神故意将重人的手要 针对方向指向了雪灰 有位看不到其他日记持有者的模样 雪灰自能为自己 还算安全 可第二天 只有他跑日记的雨流 没名音就找上了雪灰 他是恐怖分子 竟在整座学校的部下的炸药 他的手一按 雪灰所在的整栋楼 就被炸得面目全非 无人为例的雪灰害怕极乐 但有奶却是很冷静地 在全心全意地保护着他 明音更是将炸药 与自己的心脏连在一起 所以远处的警方 也不能射杀他 眼看逼不出雪灰 明音改变的策略 他威胁学生们把雪灰交出来 在死亡面前 友谊是显得那么脆弱 雪灰竟被同学们亲自抓到明音面前 然后就在明音准备动手时 拥有搜查日记的警官 乃已虚归屋 却及时出现 他掌握的是犯罪日记 给指导一定范围内 马上会发生的案件 明音威胁龟屋杀了雪灰 被两位日记持有者追杀 雪灰认命了 但由来却冲了出来 替飞了明音 这让雪灰趁此机会 拿飞标词 向了明音的眼睛 用逃跑日记的她 是绝对不会被警方抓捕 所以明音重伤逃走了 而龟屋也并不是在追杀雪灰 而是来保护她的 身为警官的她 对成神没有兴趣 她更想要阻止这次 因为未来日记 可能会出现的杀人事件 为此她提出 与雪灰 游奶二人合作 为了找出明音 雪灰作为幼儿 和游奶一起在游乐场 玩了一天 期间游泳时 游奶凶兆不省飘走 让雪灰一顿尴尬 当做摩天论人时 雪灰有机会问出口 为什么游奶这样帮助她 游奶便说在很久以前 两人也是同伴 脑子上写出梦想 雪灰想要和家人 一起去看星星 但是父母离婚了 于是游奶便说 那我陪你去吧 以妻子的名义 雪灰本以为是戏言 游奶却当真了 由此再一次追随着雪灰 这个解释显然不够合理 但雪灰没有得到其他信息 没有引出名义 雪灰正好送游奶回家 但落上下雨 雪灰无奈来到游奶家中 因为暴雨要停电 家里无奇麻黑的 然而在游奶家里 雪灰打开了一帅 可以改变这座城市 未来的大门 在门内 但云也看到了 黑漆漆的里面 有一具尸体 她害怕地冲回了家 所有日记拥有着的手机遗言 也因为这个行为而发生改变 游奶期待的7月28日 与雪灰结合的预言 也不见了 雪灰瞬间对游奶感到恐惧 觉得是她杀的人 然而她孤立无缘 行动 又被游奶时刻掌握着 她感觉自己随时 会成为那尸体的下语言 在第二天 贵无的犯罪日记 告诉说 明明被一个宗教抓住了 所以她立刻带上了雪灰和游奶 去调查这个宗教 三天见到的教主 春与野春 野春自保身份 是日记持有者 她的日记预测 她今晚就会死 而雪灰已经两次改变了 自身死亡的命运 所以野春希望用明依 来交换雪灰 希望雪灰能帮自己 逃过一劫 雪灰背负同意的 男人明依居早已被 12号日记持有者给带走 这个人的能力很强 眼睛虽然看不见 却可以催眠他人 等到夜里 野春的棉被突然难起大祸 她的心头们在 12号持有者的催眠树下 开始无意识地 但是雪灰已经不相信 有奈 好在野春没有遇害 但整个教会 全变成了行尸走漏 雪灰三男走投无路时 亲命令有奈分析的出路 她开始挥动斧头 自己屠杀几些人群 有奈带在大家 刷出了一条路来 12号持有者 知道催眠树被识破了 于是取消了催眠 她自己出来含着炸弹 想要与野春同归于尽 她对成神没有兴趣 更多的是想毁掉这个宗教 男和有奈识破了 12号的分神术 并砍死了她 又一次保护了雪灰 偷袭砍掉了野春的一只手 虽然雪灰逃走了 但永远却因体力不吃 而混了过去 雪灰这时才知道 尽管永远家里藏有尸体 但是她是真心地 在保护着自己 而野春为了引出雪灰来 竟然信徒猥亵犬 野春只想要成为神的人 因为自己父母利用名信 将自己推到前台做教主 可在父母被信徒破坏后 找失了信徒为了防止 其他信徒叛变 竟一起玷污了野春 路教仪式竟是以 净化少女为由 所以她要当上神 然后毁掉这个世界 不过想通的雪灰 还是及时出现 要救出尤奶 她用野春母亲的遗物 转移了野春的处理力 然后真的杀死了她 这一规物已经找到 被关在教会地牢的民音 还和她交换了通讯地址 然后就放了她 这件事结束后 雪灰来得过上 短暂的日前日子 她常年在外工作的妈妈 偷来回家 尤奶为此 还偷偷前路雪灰家 想好好地表现一番 往往没想到 雪灰妈妈对尤奶很是满意 让雪灰又尴尬又害羞 夜里尤奶告诉雪灰 她的日记上写着 7月28日会与雪灰结合 尽管未来有可能改变 但尤奶会努力实现她 尤奶身上的秘密太多了 雪灰虽然不再像之前 那么畏惧她 可却还是没有彻底放心 第二天 雪灰妈妈带了死去的同事 儿子里尤奶照顾三天 那同事是野村宗教 被催眠的信徒中的一员 也有可能是被尤奶所杀 没想到李悠仅是日记持有者 而且知道是尤奶杀了自己家人 为此前来报仇 明月的尤奶还早就发现 李悠有些奇怪 在尤奶要洗澡时 李悠家也要一起洗 实则是想把电线放进浴缸 在这生死攸关的一刻 雪灰才意识到 李悠是日记持有者 并赶紧把电关了 所以两人开始到处 寻找李悠的日记 想把她的日记收起来 因为他们也不好对小孩下手 然而尤奶挣不住气 她的嘴子竟开始追杀李悠 结果不小心 把雪灰妈妈打晕了 正好这时 由快递送信上门 并赶紧的日记收到那封信 就是李悠的日记 于是雪灰想去拿来 可李悠早有准备 现在信封力准备好了毒气 雪灰无息后就中毒晕倒 虽然并赶紧急地带她到卫生间躲避 但李悠却说想要解药 就得找到她 门外的毒气已经笼罩了整座房子 但并赶紧还是去寻 结果还是被李悠暗算 在楼梯要被点到晕厥时 是雪灰醒了过来 救下她 不过身体还没有完全恢复 她最后还是倒下了 并赶紧的李宁就是雪灰 她暴怒了杀的理由 没有留守 没有考虑后果 这个行为当这场游戏 又开始迈向了一个新的未来 后来雪灰和并赶紧 都进到一个全新的学校里 雪灰本想在新班级里交到朋友 可没想到同班的 还有一件重早她查的高伴 高伴一来就又欺负她 但没想到班级的日子 像和这样两女女却出生 为雪灰化解了尴尬 这样透露进来又恐怖的奇怪杀来案件 约着雪灰一起放学去看案发现场 于是雪灰跟了过去 还带上了邮奈 这是雪灰第一次交到朋友 一交就是两个 她开心到感激涕零 可是到了案发现场 日向一轮往前跑 结果雪灰的日期显示 日向死了 她伤心万分地和大火去寻 结果碰见了一群 逃着钢牙的恶犬 大家害怕极了 可是同班同学秋来 却在这时走了出来 一人称定的 说是来帮忙的 她带了众人 慌忙逃进了一栋建筑里 雪灰为了珍贵的朋友们 使用了日记 就让她再一命 那既是这样去挟持着雪灰 拿走她的手机 而日向也完好无损地出现 而人真称这次的目标 不是雪灰 而是秋来 原来 日向的父亲是日记持有者 而有一天 她父亲对日向说 自己被夜有日记的秋来盯上了 估计文明不久矣 为此 日向才设计 想要杀了秋来 保护父亲 那经过一番较量 由来明月地发现秋来 她并没有日记 她出现在这 以及跟日向的对抗 都是凭借推测 在她的安排下 牛奶刺伤了真央 拿回了雪灰的手机 并跟大家一起逃走 被伤了日向 继续使用日记 放狗去追 然后雪灰逃到一半 却掉头 因为她不想失去 日向这个朋友 牛奶因为吃醋 不想任何人夺走雪灰 于是产生了 杀人的念头 在危机时 绝对无奈撒谎 宣布牛奶是她的女朋友 这才稳定了 牛奶的情绪 而化解了危机 这边惊险万分 在幕后的日向父亲 去命令死亡的结局 因为龟无尽出现在 她的身后 开墙了 这件事 没有人知道 而球莱在后来 粉笔约了 牛奶和雪灰出来 结果自己却没来 雪灰只能无奈地 被牛奶拿去约会 期间 带着想找机会 说清女朋友的事 只是权疑之计 男儿看着牛奶幸福的脸庞 她终究是没说出口 娘奶还真的像结婚一样 穿着婚纱 走了一遍流程 雪灰一直在自我催眠 忘记牛奶家的那具尸体 也许就能喜欢上牛奶了吧 等约会结束 雪灰再次来到牛奶的家里 秋莱竟然也在 她还探查了牛奶家 意外的是 有尸体的那个房间 尸体不见了 地面被牛奶挖出了超大深坑 而牛奶竟不记得雪灰曾经 来过他家的事情 秋莱离开时告诫雪灰 如果牛奶失去了你 那么牛奶将会变成恐怖的存在 本来龟无和雪灰是同盟的 但是龟无突然就变卦了 她以前一年的身份 将雪灰牛奶带到了警局 在想要杀死雪灰时 被牛奶及时救一下 那龟无穿了房带衣 意外逃过一件 在逃命过程中 雪灰射杀了一名警察 接下牛奶和雪灰 都犯下了死罪 虽然两人成功逃走了 但却成了逃犯 俄伦逃到了医院后 竟在那碰见了明依 明依告诉他们龟无想要成为神 因为龟无的儿子 只能再过三个月了 现在龟无带人赶来 准备连明依一起杀了 所以明依和雪灰俄伦 开始联手 本来明依想要龟无儿子做人质 但没想到龟无为了成为神 决定放弃儿子的性命 医疗之中的情况 雪灰被警察抓了 而又来为了救他 和龟无展开的枪战 最终 在龟无协持雪灰 而牛奶守着炸弹 双方僵持着 龟无重视妥协地放了雪灰 但为了保证雪灰的绝对安全 又来拉开的炸弹 又与龟无同归于尽 可没想到这炸弹 其实是闪光弹 等雪灰醒来时 龟无已经挟持了牛奶 雪灰面临着开枪 就会打中牛奶 不开枪 两人都会死的处境 不掉牛奶 已经觉得很幸福了 自己跟他试穿过婚纱 也一起共试了那么多天 他却雪灰 开枪吧 可雪灰不冷心 他痛苦地说 牛奶你应该更加幸福才行啊 因为 我也喜欢牛奶啊 雪灰开枪了 并且成功打中了龟无 那这一切都是 龟无设计 先来雪灰恶人的计划 现在龟无成了罪犯 大手掌日记被封印了 龟无这段手机 人命地死去 他却认心意的牛奶和雪灰 一起打算去旅行 警局的西斗警察知道 关于日记持有者的 绝大部分事情 目前他怀疑牛奶会加害雪灰 于是跟着秋莱 镇阳日相告白他们一起去寻找 可他们的行踪 已经被牛奶知道了 牛奶到处设置了陷阱 并教牛奶 为了不让日记预言的 7月28日发生改变 决定渐进雪灰 到与之结合的时刻 任何人都不可以打扰 所以秋莱他们等人 都被牛奶关心的一个房间里 想要有瓦斯 堵不死他们 片名 《未来日记》 以上是《未来日记》 上半段解说 紧张刺激的剧情发展 那很多人即便 在出现不符合逻辑 等各种漏洞下 还能欲罢补呢 但不得不承认 这是一部暗黑动画 不会在最快时间内 更新后续 事实上最痴情 最拼交的女人 会为了拦住 走到何种地步呢